正在布鲁塞尔访问的美国总统拜登3月24日说 他支持将俄罗斯排除在20国集团之外 如果20国集团不排除俄罗斯 至少也应邀请乌克兰参加会议 而官方对拜登上述言论暂无表态 另一方面 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25日表示 拜登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早前发表了联合声明 宣布成立工作组 以拟定计划帮助欧盟减少对俄罗斯化石燃料及天然气的依赖 并就美欧跨大西洋的数据传输达成了新协议 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对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 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及其他几名人员提起诉讼 指控他们在2016年的竞选活动中与俄罗斯勾结 根据一份起诉书 特朗普指出 希拉里等人为推进计划而伪造证据 欺骗执法部门并访问高度敏感数据员 他还称自己蒙受了至少2400万美元的损失 加州州立大学系统将取消入学要求中的SAT和ACT考试要求 这是官员们周三决定的一项举措 此举将加州的公立大学置于全国放弃标准化考试趋势的最前言 加州州立大学董事会一致批准了这一举措 使这个全国最大的四年制大学系统与加州大学系统已经采用的免试入学程序保持一致 加州大学系统发言人表示 学生仍然可以选择提交SAT或ACT成绩 虽然这些成绩不会用于录取 但可以帮助他们分配英语和数学课程 加州大学系统在疫情期间暂停了标准化考试的要求 取而代之的是以所谓的多因素录取分数为基础 允许校园考虑高中平均成绩 课外活动和领导角色 以及申请人是否是第一代大学生或来自低收入学生比例高的学校 洛杉矶县卫生官员3月24日报告称 由Omicron变种的BA2亚型正在洛杉矶线传播 导致的病例百分比急剧上升 根据县公共卫生部门的数据 在截至3月5日的一周内 BA2亚型占所有测序病例的14.7% 比前一周的6.4%高出一倍多 县卫生官员指出 BA2亚型的影响范围不断扩大 反映了美国一些东海岸州和欧洲的趋势 目前 BA2占全美测序病例的23% 占纽约测序病例的30% 根据联邦数据 在包括加州在内的美国西南部 BA2估计占总体的41% 高于前一周的28% 专家表示 BA2的传染性至少比Omicron变种高出30% 楼山基县已经取消了在室外和室内环境中 佩戴口罩的规定 但仍强烈建议居民戴口罩 特别是对于未接种疫苗 因病毒而罹患严重疾病的风险较高的人 或经常与脆弱人群交往的人 东航客机坠火事故救援进入第五天 地毯市搜寻搜救持续开展 目前两部黑匣子发现其一 为驾驶舱语音记录器 连夜由专人送达北京 民航局的专业实验室一直在紧张地开展修复和数据下载工作 何时能够完成下载并开展对数据的分析工作 还不能确定 救援现场正在抓紧搜寻第二部黑匣子 截至3月25日15时 发现部分遗体残骸 发现提取现场指纹剪裁18份 遗物101件 调查人员还发现了驾驶舱内的机组逃生绳 机组手册残片 以及部分机组证件 截至25日10时 应急处置指挥部以组织安排375名失联旅客家属到事故现场调验 并妥善做好遗体遗骸遗物的接收 转运存放与保管等工作 有序开展失联旅客直系血亲DNA采样和心理辅导 以累积为家属开展心理辅导500余人次 对有身体不适症状的家属及时安排就医检查 医护人员24小时待命 预 nuclear真的很慢 预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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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